大家好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 联新国际医院副院长贾卫 然后现在是这个 急诊医学部的部长 是对名字很长 名字很长 你是你是韩国华侨 是是是 刚刚和伟忠哥小聊了一下 伟忠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晚安 对我这节目叫 我说到哪里了 三通话韩国华侨 说到哪里了 你说到哪里了 你说到哪里了 OK今天要跟您谈谈 最近病人自主权利法 又被再度重视 上个礼拜我访问 所谓断食山中的毕柳英医师 跟他谈到断食山中 最近有很多人在谈这个话题 觉得你们在医生界 现在说起来现在这个所谓的现代善终的这个运动是正在进行室 是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大概我觉得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四年级生 这个战后的婴儿潮 都到了一个七十岁左右了 大概对生死啊 对很多医院啊 对这个所谓的急救啊 各方面要不要做这种所谓的这个病人自主啊这个东西 其实就都会开始注意到 跟老人家不太一样 您觉得呢 伟中哥刚刚提到这个毕柳英毕一师也算是我的前辈 其实伟中哥你和毕一师的谈话整集一个小时我都看完了 那我想不管是毕一师或是主张断世善终的人啊或是医师啊 他们绝对是一盘好意 他们的重点绝对在善终 只不过现在善终是透过什么管道 透过什么管道 什么途径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达到善终 大家就做一方面是大家的价值观不同 做法不同 另一方面的确是有一些法令 他限缩了很多人善终的机会 机会 所以毕一师其实我们就知道 就是等一下我想伟中哥可能会和我聊到病人自主权利法 那这个法当然是一个很进步 就人权善终来讲的话 它是个很进步的法案 那台湾目前执行了大概有四五年 严格讲是2015年的年底 2015年年底12月底是立法院删除通过 2016年的年初1月份的时候总统公告 可是真正实施是2019年 就是一个法从立法院删除通过总统公告实施 到真正实施中间隔了三年 其实这个不常见 那很多人讲说为什么会隔这么久 当然这里面会牵扯很多的因素 第一个这是一部牵扯医学法律 伦理三个很大的领域了 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立法院一个新法制定完之后 我们行政院必须要要去制定实施细致 对对对对那牵扯这么多领域 而且很多争议的大家必须要在不管是民众也好 医护人员端也好大家可能都要重新被教育 对他现在真正实行多久了109年实施之后呢那刚好碰到我们所谓的COVID 碰到COVID疫情所以刚好这一前面这三年推行的就非常非常缓慢 就差不多五年嘛对109年公告实施 听说在台湾可以去做这种玉利玉利的自己的医疗这个程序的 这就是说这个病人自主法的是成人有一千多万 但是真正登记登记登记的不到1%啊 大概目前我大概两个月前看到资料是七点多万 今年啊现在可能超过八万 我说成人这么多数但是基本登记的大概就 这里面可能有几个名词我这边有点绕口 我先把它说明一下好了 玉利医疗照护资伤门诊 玉利医疗照护决定输这是两个专有名词 对病人自主权利法是依这个法之后呢 我们可以透过玉利医疗照护资伤门诊 我们叫ACP 简单就要先去医院门诊 对对对它是个资伤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是医师医师 我们资伤团队当然不止医师 医师护理师社公司 我们这样讲好了 因为就拿安做例子 这样比较简单 我想去做我对病人自主权利法 我想这是我的权利吗 那也看过人生很多百态 是 比如说从村到外面也看了很多老人家走了 那真的觉得什么插管各方面 等等就很辛苦 但是家属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就比如说我们要去实行 就要去自己要去经过这个法 去预立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医疗准备 这样的状况 那我就应该先到什么样的医院 OK 先这样讲吧 好 我就跟着您走 我们先到什么样的医院 去所谓挂门诊 是 用伟仲哥的历史说 我的最终目的是要散终 对 不只是要散终 你不希望吗 当然当然希望 不只要散终 而且最希望就是我的最后这一理路呢 是由透过我自己的意愿 照我的意愿去安排 对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必须要找一些意愿呢 可以协助我去预立医疗照护决定书 这是一个很法律文件 预立医疗照护决定书 预立医疗照护决定书 我们这叫AD 那好 那哪些医院 伟仲哥就问到重点 那我要去哪里 我要去哪里去 可以去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决定书 对 那我就必须要找一些医院 这个医院他有些条件 就是第一个 他一定是被有这个资格 有些合格的人员 而且这个团队是被认可是专业的 对 那现在其实很多医院 是200床以上的医院 基本上所有的医学中心和区医院 都有这些门诊 医疗中心医学中心区医院区医院 对这样这种一定都有 因为他被规定是200床以上的医院 你必须要提供这个服务 反正Google或者是去寻找 去寻找资料应该查得到 对对 重点是我听说门诊 报名的很不容易 是不是 挂很不容易 不见得像 其实容不容易看几个 看几个条件 第一个这个医院提供这个门诊服务的 时段多不多 像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不管是哪一个院区 基本上都提供了很足够的量 让大家去挂这个门诊 所以基本上你在台北市联合医院 去像中心医院 仁岸医院和平医院 什么阳明医院都可以 这叫做预理医疗照顾门诊 智商门诊 所以前面那个名字有点很长 不过大家现在很多人知道讲ACP ACP大家都知道 你讲智商门诊 预理什么智商门诊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通常都是说你先打电话去 预约这个门诊 因为看这个门诊前 我们通常是由社公司或心理师 或者护理师 不同的角色 看医院是让谁去负责这个业务 那社公司会把一些资料先给你 他会先提供一些资料 让你先看一下 但是坦白说了 有医院去挂这个智商门诊 他自己在Google上 都搜寻了非常多的资料 他的资讯 我觉得观众听众应该 自己先上网查一下 要不然一直用问的干嘛 很麻烦 其实要开始运用这样子的知识 所以如果您看到 如果您看到某些医院提供的时间 也确定和社公司也约好 你挂上号的话 那你就要在你和医院约定的时间 到这个智商门诊区 那智商门诊区的时候 大概有几个注意 你说不难挂对不对 其实不见得很 不见得像有 因为现在有几个 有些医院是很 像比如说我在福德医院 在桃园 联新国际医院 其实我们都是采预约制的 OK 但其实你想预约 只要我们的社公司 没合你和医师的时间 只要没合成功 你就随时可以挂了 听众跟我们都有一个心态 就是说不要那么早 岁月还很长 是 晚点做决定 你有什么建议吗 你为什么说几岁或怎么样 OK 这很难做一个客观建议 你有什么建议 大家常常讲 听众朋友 明天和医院哪一个会先来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 当然没有错 我们现在推行这么多年 大概目前只有8万人 大概完成 完成这个签署 承认不到1% 对 这其实真的是不多 那不多很多原因 大家各有说法 像有一派的人就说 因为你健保不予支付 民众要 医院人自己要付钱 那这三千块是 大概三千上下 不是现在好像要归入健保吗 健保是有条件补助 有条件补助 今年大概在今年中的时候 比方说你已经罹患了重大疾病 你已经在处在末期 末期 末期疾病的阶段的时候 健保就有条件 现在还没有说任何人可以 没有 目前是目前是全部自费的 那自费就是你一个小时 资商 医院要提供至少三个 之类的专业人员 OK 通常大概就三千元上下 好 我们先停一下到这个地方 像我们知道我们 至少可以到很多医院 去做这个所谓的门诊 所以这门诊 前面资料先看一看 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健保 起伏 如果你还是健康的 是对 那你应该是不是那么难 难挂 其实真的不难 OK 但是时间是什么时候 是年轻的时候 还是不能 就要自我做 等一下我们 对我们等一下再继续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 联新国际医院的副院长 然后也是我们 急诊医学部的部长 贾卫 然后呢 我们上个礼拜 有请到我们这个 段时山中的倡议人 这个我们的 毕柳英 聊过之后 进入讲 跟你聊一聊 现在呢 所谓都现在 刚在善中这个运动 正在进行室 大家注意到这个 然后病人自主权力法 真正实施到现在也五年了 但真正去报名的人 不是不是报名 就挂号 完成完成前数人 不到成人的百分之一 那我们就在谈这个病人自主权力法 我们刚说了 很多医院切诊要去查 是有这样子的门诊 这个门诊 英文叫ACP了 叫做是什么 医疗照顾 治伤门诊 若挂上号了 那就是准备要去治伤 然后你什么时候去 你刚才也没什么建议 就是说看个人的想法 对 当然了 我们现在就像我个人 是已经完成了签署 我和我太太都完成了签署 那有人讲说 贾医师你是身体怎么样 有身体状况不好吗 你怕有一天突然发生什么意外吗 人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意外 所以很多人就讲就是说 我现在刚刚伟终克提到重点 为什么推行成效不张 当然费用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现在要三千块 对三千块 但是你说三千块付得起的人 其实也很多 钱要花在自己的身上 不要花太远 那跑车很远 第二个部分就讲说 大家想说 这个看医生谈论死亡 交代有点像交代后事 需要这么急 我难道不能等到 如果我身体开始慢慢出现重大疾病 假设我不小心哪一天被检检诊断肺癌 治疗一段时间不成功 或者复发 慢慢效果不好 我自己感觉看到人生的镜头 这个时候我在做交代 不行吗 不是不可以 对当你有了一些某些疾病的时候 重大事件会让人生观 你的对人生态度想法都会改变 对 那个时候你在交代也不是不行 对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 四十几岁脑中风 你中风之后你就卧床 不能言语甚至失去意识的 这个绝对不算少吧 对对对 今天如果是心肌梗塞 你突然倒地被急救起来之后 人命是救回来了 但是因为脑部缺氧 越早越好 对你没办法表达 这个今晚绝对有 他说成人是几岁以上可以开始 我们现在讲说的成人是在说是有完全行为能力 通教是二十岁 二十岁 二十岁对 有具完全行为能力 那如果你不满二十岁 但是如果你有结婚的话 这个在我们的民法上也被承认 你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结婚就是大人 对对对结婚就大人了好所以像具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有资格去签署 你挂号之后医院就会帮你安排随着资讯是资讯挂号 这就就就就就会有现场有医生有护士还有心理社工 这个这个之上至少三个之类 通常就是医师一个之类 护理是一个之类 第三个之类有些医院提供的是心理师 那有些医院提供的是社工师都可以 大很多人有白袍恐惧症 跟心理医生恐惧症 见到就是不知如何言语 所以你们大概会问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你可不对你 你对你的身体可以自助吗 像我个人就辅导过很多人去完成这个签署吗 你也是其中之一的 我本身是病人自助权力法的核心讲师 我受过训练是核心讲师 所以我也常常到社区做一些宣讲 就是倡议宣讲 会问一下什么问题 OK我们在像我个人习惯 我会第一个问就说 第一个医院人在了之后 大家就先轻松聊一聊 我通常第一个问说 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什么样动机下去来今天智商 希望完成这个决定书的签例吗 那其实我们的经验里面绝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会讲 为什么会来 不想连累家属 不想拖累小孩 那其实他们讲完这个之后 当然我也知道是 出一番善意了 但是我这个时候 我就会分享我个人的一个观念 但这个观念你认不认同 是可能我不敢讲你一定认同 但是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都认同 我今天之所以会来签例这个决定书 其实不是为了别人 就是为了我自己 自主 对自主 我老了我不希望被约束在床上 我不希望这个身上插了一堆管子 我不希望这个管子如果不通了之后 被一个照顾我照顾的也很烦 甚至会 我看没有人再偷偷掐我一下 你用我一下的 我不是讲每个都是这样子 但这是人之常情 真的是人这样 你照顾久了之后 你的确碰到一个不配合不合作 久变床前无孝子 是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我为什么不能再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幸 面临到那种状况 我为什么不能替我自己的生命 先预作安排 对对对 预作安排 所以基本上我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基本上你今天来 我希望说你绝对是为了你自己 接下来我们会有很多的 这个讨论谈论 到最后你决定要签署 你要决定勾选哪些项目的时候 都不是为了你的子女 也不是为了别人 更不是为了你的小孩 就是为了你自己 所以第一个我会希望 大家在后面 我们的讨论过程里面 全部是为自己着想 OK 对对对 你不照顾好自己 更谎论去照顾别人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经过这样子的门诊 咨询门诊之后 然后你们几个人都同意了 对不对 他如何去签这个 这叫做AD吧 就是签署预例医疗决定书 对这是AD 我们的过程叫ACP 就智商过程叫ACP 最后签例的那个法律文件 叫AD 当场吗不是 大部分人都会当场签 但如果你当场你很难做决定 你带回去也没有关系 OK也没有关系 对那我们大概会有几个几个问题 会跟大家去做澄清 要有些一次可能会把重点放在这些文件上的法律文件的一些细节 细节说明他会花一些时间 但我个人会去举一些情境 如果什么什么情况下 大家通常 你不要会讲话 不是不是不是 你比AI好 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就是有些人会讲说这个法律文件很重要 所以我一定把它讲得很清楚 那有一些讲得很清楚 但是就病人的立场 不是不能讲病人 因为他是医院人 他不一定是病人 他可能有生病 可能身体很健康 医院人他本身 他有些情境 他想不到 因为医学上我们碰到的 比如说呢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好了 比方说这个你 这个你今天就是说 如果什么什么状况 假设你今天面临到是一个不可逆的昏迷好了 其中一个临床条件 叫不可逆的昏迷 不可逆的昏迷的时候 你是一开始就希望一时 不给予 一开始就不接受一些维生医疗 还是如果已经接受了 是要终止 甚至要立即撤除 OK 就还有层次之分 对 我们如果可以一开始不给 我们就一开始不给 那有时候一开始 有时候病情很紧急 医生也不能判断 一开始就成立那个条件 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救了 可是救了之后 时间到了发现 他真的会有这个恢复无望 他就是一个植物人 就是个不可逆的昏迷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终止某一些 维生的医疗措施 甚至可以撤除维生医疗 就给医生这个权利 对 这种不予宗旨 撤除 这三个 对三个层次 其实病人自主权利法 比较重要的 就是到真的是 到不能救兽 是可以撤除维生的设备 跟一个停止人工的营养 是 这个其实都是 发展都是渐进的 比方说大家都知道 一个呼吸器 呼吸衰竭的一个病人 一个胃管 对 他用了呼吸器 用了可能几年 但是他情况就是越来越坏 越来越坏 对 那大家说 好了这个紧着这个生命 看起来就没有意义 而且还没有尊严 可能这个照顾 再怎么经历 可能身上到处都是压疮 入疮 好吧 那我们就开始就测 我们叫这个脱离 我们撤除呼吸器 把管 那这个把管 其实你不要 这个把管 其实是短时间 生命就会结束的 大家反而对这个的争执 没有那么大 因为大家觉得 这个生命的确没有意义 最近在讲的时候 断食三重 我本来是 我今天呼吸器脱离了 我都已经出院 我已经带回家里了 或是住在这个养护机构了 那我每天就是翻身 喂食 人工营养 对 每天就是灌食 灌食灌食 你灌的好 照顾的好 他可能生命 还可以持续个五年十年 都不一定 对 那这个时候 我说我把鼻尾管拔掉了 哇 大家就争议就来了 那奇怪 我们是 大家不觉得很矛盾吗 我拔气管内管 我把气管内管拔掉的时候 他很快 可能五分钟 十分钟 可能一天就死亡 这个大家没有争议 可是我把鼻尾管拔掉之后 他也不见得很痛苦 但他可能可以多活 他可能活七天 十天两个礼拜 不一定 那这个反而大家争议起来 这个就讲 就说 好像这个人是被活活 被饿死了 饿死了 就给他这样子的一个 对 不雅的名称 对 所以被饿死 所以这个大家反而就争执就很大 说这个不行 鼻尾管不能拔 气管内管可以拔 拔掉立即生命会面临终结死亡 这个没有 大家可以接受 反而拔了鼻尾管 他会一段时间之后 生命才会走向结束 终点死亡 大家反而不能接受 这是一个很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思想上很逻辑上的矛盾 有点悖论 对 有点悖论 没有错 好 我们学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远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联新国际医院的副院长 也是急诊医学部的部长 甲卫 我们今天谈论的是病人自主权利法 实行几年了 不过最近变成热门的话题 然后我们刚刚谈到这个 怎么样去找到医院 然后怎么去做这样子 所谓的自商 对自商 然后有这样的门诊 然后再写决定书 这样大概就完成了 主要 主要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 如果你自己病人 可以做自主权利的时候 是不是要停止到这个所谓 测出维生设备 跟所谓的停止人工营养 这样的过程 大概的过程就是如此吧 对 我们大概分几个过程 一个就是先自商 自商完了之后 你把这个决定书停写好了 停写好了之后 他只是被在健保卡注记一段时间 因为什么时候启动 什么时候适用 那很难说了 当然对不对 你可能签好了之后 十年没启用 十年之后 你又想法改变 我说我要修正 我要变更 可不可以 可以再重新再来一次 你也可以再变更 你说变更 对 就是我决定出一开始 我想说我什么都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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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不要这个人工这个人工人工营养 不要这个流体灌食 我不要卫生器材 但是过了十年你的科技的发展不知道 对对对 没有 科技的改变其实倒不影响 因为我们要启动这个前提 他必须有条件 对对对对对 一定是不可治愈 就是在你 你要启动时候的那个医疗环境 医疗技术是不可治愈 你说是十年之间 有没有人一年年就来就来重新要改到目前一直变更的都没有碰过 都没有碰过对对是也是大部分签好了之后 其实那个想法都很笃定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大家搞不太清楚的 就是一个是这个时候病人自主这个这个权利法 另外一个就是安宁缓割条例 就是说亲人或者我们自己到脑的时候 这个两个东西是怎么样去 其实这两个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对 我们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 安宁缓和条例先通过 安宁缓和条例最主要的对象 其实是默契病人 那个默契大部分就是癌症默契 大家的确看到癌症默契 生活品质不佳 不可能救 对而且他也的确不可治愈 那最主要不可治愈 短期内死亡不可避免 短期时间之内死亡不可避免 死亡不可避免 那再加上这段时间痛苦难耐 所以基本上这三个条件 会同时成立不可治愈 短期内死亡不可避免 再加上这段期间 生命品质急糟痛苦难耐 这是亲属可以 亲属就可以做决定吗 安宁缓和条例呢 他所限定的 基本上他的对象很窄 大概就是一些默契病人 那第二个 你能够选择的 接受或拒绝的选择的项目 极小什么 已经走到最后一步 心跳快要停止 即将停止了 他只问你说 你要不要接受CPR 电极啊 你要不要接受电极 你要不要接受查管 完全不同的概念 对所以第一个 你的族群小 时间晚 你能够自主决定的选项 少 了解 所以这个是 但是这个有个特别说 当你自己没有去预立 你没有表达的时候 你的亲属关系人 可以带你表达 所以他可以带你 就当你意识昏迷了 他可以带你 讲说医生 我不要查管 我不要电极 我不要CPR 所以亲属可以带 可是自主 病人自主权利法 就完全不一样了 第一个 他的范围 不限于默契病人 刚刚讲的什么 不可避的昏迷 永久植物人状态 有写的大象 对他虽然是五大象 但是那个五是开放选项 开放五是根据一些社会的认知 大家观念的改变 他可以通常就是不断的增加 不断增加 对 所以那第一个 你的范围变大 第二个 他的项目 你的选择或拒绝的项目变多了 比方说我可以决定 我要不要被插 鼻胃管 喂食 我要不要这个 我的呼吸器 我要不要一开始就不要 还是用了一段时间 你帮我测除 某一些维生医疗 是不是可以终止 所以不予 不予终止测除 他又把层次分开了 项目多 他们在填 item的时候 我们在填这个 所谓的这个决定书的时候 很多东西还会问你们 我们会逐项解释 那你们有那么多大耐心吗 会啊 不过这个 你看起来没耐心 目前会投入这个 我们所谓智商门者的意思 基本上对生命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所以他投入这个工作的时候 基本上他很少碰到 智商门者的意思 没有耐心的 别耐心也 病人很激烦 别耐心也分很多种 进去这些白跑恐惧症 就害怕了 是 然后如果你们讲话比较严肃 但是很有爱心 他也不舒服 甲位你蛮好 你看起来又帅 对不对 我的智商门者的经验 其实和医院人跟家属聊的 都还算是轻松 对对对 蛮好蛮好 有时候聊聊 有时候我们会想到 自己的长辈父母亲的过程 有时候大家还会互相 流个眼泪 互相递张卫生 卫生纸 蛮好蛮好 不是AI医生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你当初考台大医学院 是乔生有加分的 是在海外连招 海外连招 你是真的想当医生 那个时候 坦白讲 那个时候父母亲教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对不对 那个时候 你没办法去 预立志愿决定书 我还记得 我 没有这一套 我那时候我父亲跟你讲说 你只能填两个学校 第一个台大 第二个国防医学院 就是要做医生 他觉得国防医学院很好 还有纪律 还有纪律 从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开始之后 当然现在 在在整个成人世界里面 真的去真的去挂门诊 然后去写决定书的 其实还很少不到1% 可是这里面 你开始已经有医疗纠纷了吗 其实医疗 迁力的过程 其实倒没有什么纠纷 当然 但现在会 大家逐渐 因为迁力的人 现在大概讲说 现在目前大概有8万多人 那很多已经开始 面临到 他迁了之后 他开始要启动了 他的条件成立了 那启动 我们的确碰到一些问题 比方说 像有一些医师 他就是不晓得 可能是他的一个个人的信仰 或者他做医师的一个初衷 他的信念 我怎么可以帮别人把关 的确有这种医师 或是这种医护人员 基于个人的理由 他不同意不赞成 甚至他不太敢放胆 去帮别人把关 不执行那个事情 所以其实这个也没有关系 其实在立法的当初 其实我想立法者 大家也都讨论过这种情境了 如果医生 你基于个人的某种理由 你不愿意去执行 或者你不认同的话 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能因为你不认同 就违反了医院人的意愿 所以像这种情况 如果他告诉你的病人 他签了这个AD 我们签了这个医疗 决定书 他就说 你当我们条件成立的时候 你必须要帮我 撤出我的医生医院 如果你不执行 你不认同 没有关系 你就把这个个案 转介给 可以执行这个病人医院的一些 所以这个在 但有些你说转介 但是如果 他这个 装着没看见 明明知道 他已经签了 是要把管 对不对 可是家属现在也没有提醒我 家属也没有问 或是家属可能有一些 也不太清楚 他签的是什么 好 那我就 就默不吭声 好不好 当然现在 如果你不帮 病人执行 他的意愿 这种 到现在在法则上 好像是没有法则 没有法则 但是坦白讲 这个坦白讲 这个就违反了当初 我们去设这个法的 一个初衷了 本来病人是希望 能够把他撤出 他不要一直 把无效的 无意义的生命延长 但是因为医师的部分 你不去执行 这就有点困难 所以现在这个 大家开始在慢慢慢慢探讨 这个问题是不是存在 或是都有多严重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 在一些研讨会上 大家会去注意的问题 这个医生还要慢慢 因为才真的执行 也就五年 还有很多的过程 跟老百姓之间 医生跟这个病人之间关系 还有很多很多的过程要经过 对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永忠 欢迎说听 我说到哪里了 非常高兴请到 联新国际医院副院长 贾卫 也是急诊医学部的部长 我们谈的是 最近大家很多人 非常想知道 病人自主权利罚 实行五年之后的一些过程 然后现在正确所谓的 你们叫做什么 签署 签署 然后这个健保卡助记 对对对 就是可以决定自己 正到了一个阶段时候 是不是要 还要人工营养 还是要维生 这样子一说 当然有很多的过程 基本上要去门诊 然后有医生跟你谈 然后你说不会很难挂号 对不会很难挂号 然后呢 签署决定书 那现在所发生的 医疗纠纷 在这方面问题还比较少 还不是 对 连争议都很少听过 很少听过 那安宁条例这方面呢 刚刚安宁广告条 和病人制度权力法 不一样 刚刚讲过了 对象这个病人制度权力法 它的对象 比安检法要大得多 对不对 病人或者医院人本身可以决定 接受或拒绝的项目更多 最很重要的一点 它的我可以实施的时间 我不要等到最后那一步 像有一些人是我前面一直撑撑撑撑 我一直就救救救救救 救到你 你本身都可能都不是那么想要再接受治疗 一直想尽办法跟家属一起劝论你 到后来真的不行了 你快要这个医生昏迷了 要被插管机就电击押胸 哦 那个时候才说你可以选择不一样 但是病人制度权力法在前面 你只要临床条件成立了之后 我可以一开始就不接受参观 对不对 所以我一生医疗我一开始就不一样 所以它的时间也延长了 对 所以病人自主权力法 比安检缓和条来讲 不管它的涵盖的面 跟它可以介入的时程 都比安检缓和条来的大 一个人有点预防 预防医学通常是讲 医疗服务提供端 我怕你到时候有些争执 我就做很多的 不是同样了 但可以讲什么东西 predict比较好 对对 不随着时代的整个的变化 现在不是讲说现代善中主义 现在的善中运动 已经正在进行式 那国外委员所谓安乐斯 我那边什么尊严善中法 那个对对在台湾比较 争议太大了 争议太大了 其实我们从这个 我们所谓病人制度权力 我开始我自己来决定 我不接受一些维生医疗 但是很多人对这个不满意吗 难道你不能像傅大人 傅先生 他的这个我们正式的名字 我们叫协助执杀 就是基本上 医师了解你的状况之后 认同你的病情 跟你确定你的想法 并不是属于一时冲动 医生开个处防药 交给你 你自己吃 他不会把你打针 他交给你之后 你会在家属的陪伴下 在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情形下 你自己把药喝下去 那这个是医师开给你的药 所以这个叫协助执杀 这个就争议很大了 更不要讲 电视电影 还有小说很多都讲这个 对更不要讲安乐死 安乐死什么 是你自己吃我不敢吃 医生我没有这个勇气 你帮我打一次好了 你让我睡着 就直接过去好了 所以医师亲自把药物 打到你身体内 这个叫安乐死了 所以安乐死就争议更大了 所以台湾在协助执杀安乐死 当然我有一些朋友 甚至有一些学长甚至前辈啊 他们很很热衷这个议题了 那他们的论述 其实我个人也 我以前从反对到现在 我自己的立场转变为不支持 当然个人还是有一些信仰的问题 所以变成就 但是你说让我去反对 我也很难这个理直气壮所反对 那台湾现在还在立法院 这个尊严善终法 对这个其实就是 把病人支持权利法再往前退一步 这样去 就是安乐死吗 也不见得 有一些可能是叫协助执杀 协助执杀 开立某一些药物 或提供某些方法 让他的生命提前结束 所以这个争议就非常大了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善终 我想在国内 我个人认为 短时间还难有共识 对 不现在 真的能够所谓 这个在台湾所谓的 这个善终来讲 一个就是安宁缓科 一个就是这个 病人自主权利 病出发 这两种 这两种事情 关于在唐德利法院 这个尊严善终法 那还是遥遥无期 应该是遥遥无期 我也不敢讲 这社会的氛围 会不会一起改变 不是不可能 但至少从现在 医界和病人端 医病双方的认知 和接受程度 基本上目前的共识 还是基地 对 你写了一本书 叫急诊的生命练习曲 然后呢 自己有一个点书 就是假输输的 假输输的会 有很多文章 那您在急诊室 我看你们说明 很多在急诊室 看到的身边 一些过程 所以您自己对这个 看法怎么样 对于说 现在所谓的 善终运动 在推行的过程中 台湾的生命教育 可能需要一番 一番大一点的推力 比如是什么 对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急诊室 像我 我每个礼拜一 在急诊当职 我那天就看了几个病人 一个是101岁 一个记得印象症 一个是96岁 其实都是卧床 失能的老人家了 那什么原因 会送来急诊室呢 当然就什么意识不好了 吃了什么 一个礼拜不吃东西了 或是什么发烧 这种的 在一个失能卧床的 一个长辈 他只要是失能卧床 你照顾的再怎么好 感染的问题 绝对不可避免 他只是频率 跟严重度而已 他吃的不好 当然有可能是疾病 但有可能是他器官的一个 加速的衰退状况 其实不管这几个人 看起来都有个特征 就是他们已经在走入 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了 那面对这个阶段里面 你要去怎么面对他 到底你要 你认为就是 能够救的 能够给他的 都给他是对他最好的 那我们就一路救 一路救 救到他最后 最后的一分一秒 那如果你认为是这样做 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你 你难以启齿 我如果开了口之后 我不知道家属那么多人 他们会认为说 我是不是怎么怎么样 不想照顾了 抛弃老人家了 让他这个死掉 有一部分是家属的内心压力 对那坦白讲 真的没有亲自照顾的人 意见最多 意见最多 所以我们的生命教育要重新开始 那我们什么时候跟家属 跟病人去谈论 讨论 死亡这件事情 对 我想绝大部分 我就像传播 比如像我们 我们谈了什么 段时山中 然后这个 毕医师 还跟你来聊 就像在传播单位之后 传播这种 跟大家多讲讲这个概念 不过这个生命 生死是大事 可是看你怎么去看它 山中现在在推行这种运动 我就总是慢慢人家了解 亲属是一个问题 还有当事人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我们的父母有些还在 但是他没有善终的概念 对 那你看 真的不知道 他们可能也想善终 这名字他们的名词都不太懂 就是你还是 你怎么跟老人家讲说 说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采取一些 这样的方式 或者我们现在不要做一个 这样玉力医疗的准备 等等等等 卫生哥其实您的观念我以前有过 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 老人家很多 他不是没有这个观念 只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他有这个观念 对 所以有很多老人家活得没劲了 他就身体还蛮好 活得没劲没意思也没朋友 可是反而亲属这种 不知道怎么说怎么述说这个事情 我们有谁来开口和大家来讨论 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医疗团队的人员 开口会比较好 但是对医疗团队 我们在被专科训练的阶段 都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 对 你怎么跟老先生老太太 我看你帮帮孩子的忙 这个对 就我们把就善终了 要不要签这种东西 我在急诊室工作 碰到一些失能的老人家 或怎么样 通常我都会跟家属 特别像我们常常碰到一些 救护要求 网易网易把病人推进来之后 只有是门一打开 像这个韦中哥您拍电影 这个做节目 门一打开 大家热血沸腾 一堆人冲上去压熟 其实我们看一看 我是没有做正式统计了 但是我敢讲 其实这送到急诊室里面的人 可能将近有一半的CPR 他只是一个过个场 做个刑事 我们大家可能一半的人 推进来 我们大概会知道 他的状况急救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 但第一个就是 他可能一直急诊室 一直在轮番 大家对病人也不是很熟悉 第二个 我跟你没有很深厚的一边关系 我突然开始问说 你要不要救 你们希望怎么样 打人了 开玩笑 你是什么医生 打人了 有这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对 但这个后来我发现说 这个也不是不能靠沟通技巧去改善的 对啊 就是你问的如果很冷酷无情 就是你要不要救 要不要救 你快点告诉我 你一直给家属一个压迫感 他当然问什么问题 当然医生 我不就从医院开始 这个我也看了很多 对 那如果你现在 如果说你今天 你还在救 但是我救的基本上 没有那么的侵入性 你和家属 你把你的语调 声音稍微缓和下来 大概问一下家属的 这个病人状况 他说我是个大肠癌默契 对默契 那这个化疗做了几次 最后一次因为副作用太大 后来医生说暂时休息一下 像这种的 其实你几句话 大概也可以判断出来 这个病人 他是不是一个默契病 那默契病人 你要用这个标准式的一个 一个急救死亡 讲不好听的 有前面讲 这个叫死亡套餐 那大家基本上都在着重在 我这样做才不会出问题 我这样做 家属告我 我才不会有任何的闪失 不出事 那就要死亡套餐 那这个就没有 人性的味道 就稍微跌了一点 所以你体会的非常多了 好我们修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永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 联新国际医院的副院长 贾卫 我们谈的是病人自主权利法 怎么样去申请这个门诊 怎么去在医生 专业人员服务之下 能够签这个 完成决定书 现在这个成人世界里面 其实登记的还不到1%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我们谈的也是一个善终运动 谈的也是人对这个人的这个大生命的一个看法 这有很多话题可以谈了 那我们上个礼拜也访问了这个毕柳英医师他谈到 他是一个断食善终的倡议者 这点现在也是在一个 这两天也是在一个争议 各方面的一个强法来讲了 这个在医界讨论的非常激烈 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的看法 我当然我很尊敬毕义师 了解 但是我也对他的处境替他抱一点点不平 他的断食善终的重点是摆在断食还是摆在善终 我的目的是三种 但是断食这个用词 就是其实是会让大家很容易误解 我们正式的名称 在国在国外是在讲这个安宁谎可以了说 这个其实有个名称他叫VSED VSED说自主停止饮食 自主停止进食 是他的重点在自主 他并不是讲说我不给他喂食或什么样 那今天第一次我也知道 第一次他的出发点什么 因为国内的确目前有数千位 已经卧床多年 完全没有自主意识 他没有办法 必须要靠人家去冠食 我都喜欢用冠食 那个不叫喂食叫冠食 这些人他们在生病 他们在失能之前 其实并没有病人自主权利法 他们是来不及透过一个合法的程序去表达 他们如果有一天是这样子的话 他希望怎么做 需要善终 所以其实我觉得 第一是纯粹是出于对这些人的一些协助 当然 你说这些人 你说继续喂食 跟你拔掉别人管 不给他喂食 他的自然死亡 结果有什么差别吗 我觉得别有什么差别 但甚至可能对家属 甚至是一种协助 那种协助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把重点是摆在断食 一直强调 不要给他吃东西 所以什么断食 病人就可以善终 把断食跟善终连结 就让很多人会 也很多人我也问过他 也有一些人朋友 他的好医生 希望用一个别的方法 什么叫顺 什么叫孝顺的顺 什么算顺的 还是什么一个方法的 因为断食东西两个医院 一个就是 有老人家到老的时候 很多他不太想吃那么多东西 他不想吃就不要吃 他自主表达我没有胃口 我不想吃东西 那断食好像感觉有点家属在帮忙他断食 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我今天如果说是 我今天喂食的方式 我可以经由鼻尾管 我也可以经由吸管 对不对 我把吸管放你嘴上 你能够吸一口算一口 你如果真的不吸 我不会强迫灌你食物给你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把鼻尾管拿掉 我说我依然提供食物给你 但只不过我不是经由鼻尾管灌给你 我是用吸管放在你嘴边 我们知道吸损这个反射 需要动作 一个生命必要的基本反射 小时候一出生就会 吸奶嘛 对一出生就会 力量很大的 如果你建议小朋友一出生 你连这个找奶头 这个吸的这个本能都没有的话 他基本上这个生命是没办法延续的 同样的生命在最后 吃奶的力量 我把吸管放在你嘴边 你能够吸 吸多少 就是看你的需求 你完全不吸 代表说你的大脑 已经连最基本的生存的反射不见 那个就是生命的终结 终结前一步了 所以我们今天 我会希望就是说 你把鼻管移除 我不是那么反对 但是你至少要提供食物 流脂饮食或者水 就是你至少我用吸管 你会讲说 他明明就不会吸 他不会吸 他不吸 和你不提供是两回事情 两回事 所以基本上 讲断食善终 我这个断食物 这两个字我会觉得应该修正一下 就是我今天只是不强迫 灌食 对 那我仍然提供食物 不主动 对提供食物 他能够吃多少 酸汤 对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前面一定要强调 他是自主的 他如果没办法表达 如果他真的没办法表达 说他没有机会表达的话 但是我们依然提供食物 我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了 对 不过 但是就像你讲的 第一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医师 是 对 他知识也丰富等等等等 或者真的碰到一些什么医疗的问题等等 或怎么样一些法律的问题的话 他可以 真的说用什么 他可以去解释的很清楚 对 但是 怕就是说你的断食站中 这个 这是一个好像是 像是一个风潮一个运动 如果今天这个被大家 普遍会传播 这个你讲 所以我要找您来聊 对 所以很多人讲说 原来有这一招 好 那我家里 他明明在前提 我们不管做什么东西 你前面的条件要成立 你才要做后面的自主或站中 有一些你条件不成立了 我就给它拔掉 硬不起来 所以不是有医师成业分享过吗 就是说 逼着妈妈断食 所以妈妈是怎么办 妈妈其实还有自主能 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出来 就跟手机一样 一定有人好好用它 也会用它去诈骗等等 所以任何一个断食山中 可能逼是好意义 各方面来讲 但是一定也会有人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歹心 或者是不好讲了 可是我就要请您来来 来讲这个 我说您用这个吸管的 那个事情是合理的 提供食物 就我们就提供 我们依然提供食物 提供水 但是他能够吃多少 他吃不吃 那基本上就由他的生命来 有他自己生命的下 那个所谓潜意识 是回对决定 对对对对 他能够他能够习 他愿意习 你为什么不提供给他 对对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您在那个医学界服务那么久 而且在急诊室 在这么久 您看的那种所谓 到最后 亲人要走的时候 看了很多很多的状态 每天每天班都看 对对 我少在村长大看 这种我们这些 这些大人走的频率太多了 也看了很多这样的生死问题 就如同我看台湾的选举一样 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很多很多那个方式啊 还是一样 似乎也没什么进步 还是吵啊闹啊 加转到最后 还是决定要报这个这个过程呢 这个这个这个把管呢 还是还是现在吵得一塌糊涂 跟我小时候 年轻时候看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到底大家对这种所谓 对山中运动或对生死 或对这种医病关系 有没有一点进步说法 我坦白说 我个人的感觉是 是有明显进步的 对 就是大家 伟中哥可能是看到一些个案 那这个你不管是透过新闻媒体 或者什么 那个个案基本上就比较特别了解 对 不管是特别的激动 特别的冷漠 所以看到一比较极端的例子 你看到极端的例子 你这个故事性特别强 了解了解 在我们的每一个个案去看的话 基本上就是家属因为对生死观念不同 产生严重冲突的个案 相对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 对 以前真的就是 这个说一定要救到底 这个说不要救 这个说爸爸曾经交过 交代过不要查官 他说爸爸什么时候交代过的 为什么只跟你讲不跟我讲 这种家属冲突在家户病房 什么时候 以往这种大家对看法 两极 极端的两极化的 的确有很多 那现在看起来就越来越少了 对对对对 我们去欧美 你看我们 姑且说他们现在 比较进步国家 你看老人家很多都是在 自己乡下的房子走掉 对那个是最 很温馨的 很温馨的 还有很多故事啊等等等等 本来本来这个生命的出生和结束 就是在你最熟悉的 对对对 成长的环境最好 对 所以我们目前为什么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健保署啊 或者在推推行这我们所谓的居家安宁 居家安宁其实不容易做 现在因为社会的改变太多了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房子 有个房子 其实如果有人在家过世 有人会想到那个房价是不是不好卖 会不会影响到邻居的什么观感啊 这个各地风俗不一样 对 在我们老家的以前 哈哈哈 比如说 不是有人在北方老家的 你看例如说上 反观才都放在自己的那个是 大厅里面 但我这个的确社会社会在改变的 对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 关于山中这问题 还有一个讲法 是说现在已经在推行这种运动了 可是你看叶克膜使用人越来越多 啊 ICU 这个急救急救这个病房 再怎么该越来越多 是不是这里面 听说还有很多的一些 医界的一些庞大的利益 是有这个这个这个问题是 是存在的 其实我也我也不敢否认 你一个机制要运行下去啊 你如果没有利子所在的话 这个机制是转不下去 那个叫磁碳机构 对不对 这医疗毕竟他不是百分之百的磁碳机构 没有台湾的医疗 你看他们台湾的医疗服务 百分之七十是由非公立医院所提供的 嗯 所以他也必须能了解 对 他有个利润存在 他才能够去扩充改善这个设备 所以这个利益 他不是一个罪 他不是个罪 所以这个现象不能说 嗯 现在现在医院对山中这个事情 没有去 那我觉得山中 山中的一个推行的 可能有些对他的成效不满 倒不是因为 医院有利益存在 一直做一些无效医疗 一直让病人去 即使你受了折磨 我一直把你生命一直给你延长 这个我觉得因素 如果说是有 他也是非常少 对 大家可能还是对生命的看法 不可能家属说医生你不要 医生我们今天就不要再压了 不要救了 医生说我多压 我这个机器CPI机器 多压十分钟 我可以跟健保署多申请多少钱 我想这个大概 应该没有这个 这医生的本性是不太 对 倒不会 好 我们谢谢我们贾卫 我们的这个副院长 很高兴跟你聊 很高兴 可以上上贾叔叔的会客室 再看看他很多的小文章 等等等等 谢谢 谢谢伟中哥 谢谢伟中哥 我今天我见到我学生时代的偶像 谢谢伟中哥 谢谢伟中哥